全港76萬公屋戶今年9月可能又要面臨加租一成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計劃於7月開會檢討租金 按照居民於2015年至2017年的入息變化決定租金水平 根據政府統計署數字 公屋戶在這段時間的入息中位數升幅達16.6% 不過公屋租金檢討機制已將加租水平以一成封頂 換言之今年加租的幅度預料會以此為上限 過往當局曾派堂免租 但到上一次調整租金時已沒有任何寬免 因此外界預料今年同樣再沒有寬免租金措施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批評當局理財哲學混亂 竟然在庫房水浸的情況下仍要加公屋互租金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委建議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加入考慮通脹因素 相信可以令到加租幅度減半 不過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指出 目前看不到有很大空間要檢討機制 因為工資增長亦由通脹大動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balcor 日本 vacation 日本 vacation 禮酒 beginners